另外为了因应 为了可能有 比较大规模的一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陆续也在规划 确诊者居家照顾 那我们现在先公布这样的一个草案 还有相关的一些细节 那我们今天的 跟大家报告的本土病例有384 那境外移入也130 落地裁剪69 居家检疫裁剪54 那病例 本土的病例仍然在高点 那整体里面大概 新北市的案子在增加 那高雄市的话 它58例里面有 大概有50例 是属于这个娱乐圈的一个感染 这个他们的匡列裁剪中 那基隆市现在稍微都一直都维持 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平稳的情况 那等一下他的一个 一个报告就请那个王智英 稍微说明一下 那花莲县的24例 大概还是昨天那个相关的 在POP里面的一个衍生的感染上比较多 基隆市这十几天以来的防疫工作 它的一个阶段性的报告 我们统计它的总确诊数 从3月27号到现在13天 大概是334个确诊 那么目前看起来在确诊的相关的人里面 他的这个关联都 绝大部分都是清楚 来源不明的很少 先前的群聚 包括小吃店的部分 市警局的部分 还有一些学校的部分 看起来都已经缓下来了 那么这个社区筛检站 从27号设立到现在 那总共筛检了33462人次 确诊了154个人 那阳性率是0.46% 看起来这个阳性率是还好 那爱心筛检 基隆市总共发放了131863剂 这个回报快筛阳性的14个 那经过PCR去确诊之后 是11个 那看起来阳性率是很低 是0.0083% 社区在现在应该是没有大量的 这个黑素存在 或者是潜藏的病例 我们陆续也在规划 确诊者居家照护 那几个我们不要再简单来讲过 一个是做的一个条件 大家都是亲证 不要有洗肾 怀孕65岁以下 这是会开始来聚焦招呼的 一个基本的条件 我们大概是境外境内 是会分开 境外移入的是同确诊者同户 不会有这个 就是在台湾的亲属 这些再加到里面去 在本土的案例 那就会有所谓的确诊者 跟非确诊者 可以同户 但是不能同事 那第二个当然里面 我们还要求说 在里面同户 那当然是要逐步出户 不能够出来 因为有垫子 围里 点等 而且大家也要能够 自中自爱 那确诊者跟非确诊者 在家里如果是同户的话 那当然要避免 或者说不可以接触 任何时候 尽量会有可能 这样远距 也好 不管怎么样 口罩 洗手 还是要把它维持好 那卫浴的清洁 所以是要把它做好 那将来我们就会给 这些要实行居家照顾的人 当然都会有一个说明书 或相关的 让它能够更清楚 能够照着来做 那至于说有时候不了解 那有双向的简讯 也有1922 那地方也要成立关怀服务中心 会把这些相关的 比较复杂的 大家想要了解的 他们在实施着居家照顾的时候 可以更清楚 比较简单的就是 我们的居家照顾 当然是要在一定的 病例处里面 来做展开 那这些地方政府 有一些地方政府 如果有兴趣 想要及早来做一个 操线准备的话 那我们会互相 大家来讨论 那订定一个 事办的计划 那可以让大家 有些来先来执行 避免在大规模 疫情起来的时候 那没有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指引 或者曾经事办过的经验 恐怕会造成 比较多的一个混乱 这个居家照顾 大概就这样子 先跟大家来做报告 如果要走向共存 有哪些防疫措施 应该被废除 像是实联制 或是触入场所 必需量铁温等等 请问指挥中心 会不会考虑 不再强制这些措施 对 我想大概 就是在实联制 我们的目前还会持续 那不过我们现在也希望 是能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比如现在的 社交距离的APP 我们觉得就是说 非常有希望 而且希望推广 社交距离APP 能够来取代实联制 我们下期会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